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參加今次的網上示範活動 或者未開始示範之前 我們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好 他是阿駱 他是Libby 好 阿駱 今天我們介紹的示範主題叫做 陀螺儀 以機械人技術 我想機械人大家都會見過 但我又懷疑究竟有沒有朋友知道什麼叫陀螺儀 陀螺儀 不用怕 我手上有陀螺儀 大家示範一下 阿駱 你不要欺負我年紀大 這個是爆船陀螺 其實你這個只是一個玩具 我給你看看 我手上這個就是陀螺儀 這個好像厲害 沒錯 好 給我一點時間 好 我手上這個陀螺儀 和阿駱剛才的爆船陀螺 有些什麼不同呢 阿駱 試試 再做一次 大家留意到 我手上這個陀螺儀 它外面是一個平衡環架 主要來說 陀螺儀 是一種能夠感測三圍空間動作 和保持方向的特別裝置 不過你也是錯不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爆船陀螺 和我的陀螺儀 基本上都是和角動量有關 角動量? 沒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是比較深一點的 其實當陀螺儀轉動的時候 它會產生角動量 簡單來說 直覺上我們會覺得 當陀螺儀轉動越快 角動量就越大 但我們試試用科學的角度去看 我們試試引用牛頓的慣性定律 其實角動量是指這件物件的運動方向上 保持運動的趨勢 也是剛才我提過的慣性很有關係的 不過樂體你也好像不太明白 不知不明白 不過不要緊 未做科學實驗之前 大家剛才有沒有看到這個陀螺儀 很奇怪的 當它的速度慢慢減慢的時候 雖然傾斜角度越來越大 但是有沒有跌到地上 沒有 對 這個就是陀螺儀的最神奇地方 為了讓大家知道陀螺儀 多了解它的特性 以及剛才我提過角動量和慣性 究竟是什麼 不如我們一起做科學實驗 讓大家多了解一下 好嗎 好 馬上去 OK 好 大家看到現在我要休息一下坐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樂準備了一個車輪 剛才我說過 我們轉動的物件會產生角動量 其實在日常生活之中 阿樂這個車輪你想起什麼 踩單車 對 沒錯 有一個問題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踩單車的時候 要車輪旋轉你才能夠平衡到的呢 就是剛才我介紹的角動量很有關係 大家留意 當我們剛才提過 你踩單車不轉的車輪 它就會怎樣 跌下來 跌下來 但是阿樂 你試一下握一下我的手 好 轉動的車輪 跟剛才有什麼分別 好 準備 1 2 3 準備 好 大家當現在看到車輪轉動的時候 嘩 這麼厲害 對 是不是很神奇 這個車輪好像反地心級那樣 完全垂直 其實大家再留意到一個現象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車輪 除了自己旋轉之外 它還位置中間的繩子 好像一條虛擬軸心地旋轉 剛才我說過陀羅尼 都出現過這個現象 這個名稱叫做進動 進動 好的 好 先整理它 好 阿樂 你再給我準備多一次 剛才我說過 這個角動量 從一個物理量來說 它是有方向性的 不過大家不要以為很複雜 我教你一個方法 怎麼找角動量的方向 很簡單 大家準備你的右手 好 對了 剛才我們這四隻手指 就是車輪旋轉的方向 如果剛才的旋轉方向 是這樣的話 大家看不看到我手指弓向著哪裡 前面 對了 相反 如果剛才我們轉動車輪的方向 的話 手指弓 去哪裡 阿樂 去後面 對了 後面 究竟這個角動量的方向性有什麼影響 就要做多一次實驗 好 最主要做實驗 一起做實驗 對了 阿樂 好 又用點力 1 2 3 好 大家看到剛才一樣 現在這個車輪上面有角動量 但是 當我不斷改變方向的時候 阿樂 有什麼發生 好像跟著車輪一起轉 對 大家看到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這麼奇怪 剛才我提過 由於這個車輪上面的角動量是有方向性的 再加上角動量的手行理論 所以當我改變了車輪的角動量方向的時候 由於手行的原因 所以相應有一個相反方向的角動量方向 應用在我身上 所以又令到我旋轉 阿樂 剛才我做這個實驗 有沒有令到你想起一種很刺激的運動 說到這個車輪一定是電單車 沒錯 大家看到電單車比賽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們入彎的時候 很奇怪 不是擺動車輪的方向 是利用身體傾斜度 控制他們入彎 為什麼呢 剛才大家沒有像我做實驗 原來當車輪高速旋轉的時候 因為車輪的角動量 會產生一個抗拒方向改變的趨勢 所以其實很難去改變它的方向 他們利用自己身體傾斜度 然後 剛才說過的進動現象 他們就可以很有技巧地高速入彎 當然 說得很容易入彎 實際上 我想我和你也做不到 對 很難 沒錯 不過大家看到 其實剛才我說的角動量好像很陌生 但跟我們生活日常之中都很有關係 沒錯 阿諾 記不記得剛才我介紹陀螺爾的時候 我提了角動量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是什麼 慣性 沒錯 什麼叫慣性 我們很多時候把慣性 就好像等同我的重量 其實我的重量是不變的 但阿諾 你知不知道我身體的慣性可以改變 慣性可以改變 你懶不懶不勤力 小朋友媽媽就說她的慣性就是懶惰和勤力 不如我們又做一個角動量和慣性有關的事業好嗎 好 立刻來 你幫幫我手 好了 準備了兩個重量給我 其實可以不需要也可以 但我為了加強效果 現在我手上握著兩個重量 當我伸開一張手的時候 我現在旋轉 剛才說過 當我旋轉 我的身體不是會產生角動量嗎 但是 Hello 我是越來越快 很危險 我要伸出手 因為大家會發覺 當我的手收緊身體的時候 我就會很高速旋轉 但是當我的手伸展向外的時候 我就可以減慢速度 剛才我說過 我的重量不變 但是 我是利用我的肢體的伸展和張核去控制我的慣性 阿樂 我想因為有極限 我不要轉得太快 所以阿樂準備了一個道具幫我 阿樂介紹一下 好 這個 我們叫做Hop plus Sphere 沒錯 一個很神奇的波波 一會兒我又重複做剛才的慣性試驗 阿樂會用這個神奇的伸展 配合我的肢體伸展 大家就很清楚看到 這個慣性是怎樣影響它的旋轉速度 行嗎?阿樂 好,沒問題 來吧 準備了,我又轉了 一起轉了 那我收手了 好,我先收手 嘩 手又伸出來了 好,伸出來了 好,再來一次,阿樂 我暈了 1、2、3 嘩 嘩 嘩 好像縮小了就會馬上變快 沒錯 因為阿樂控制伸縮球的體積 其實跟我伸展肢體的動態是差不多的 其實這個實驗 我想大家可能在家裡也試過 不過我想提醒大家 尤其是小朋友 你不要小看 剛才我做這個實驗 其實真的開始有點暈 所以尤其小朋友 你可以嘗試做這個實驗 但是記住 必須找大朋友陪同 因為當你暈倒的時候 或者跌到地上 就非常危險 知道嗎 阿樂,麻煩你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對了 我希望我做了這兩個實驗之後 大家應該了解多些 剛才我提過兩樣很重要的物理量 就是角動量 和關性 從而更加了解陀螺儀的原理 好嗎 一樣 剛才我講過 我現在的車輪想起一種運動 剛才我旋轉的時候 你又想起什麼運動 這樣轉嗎 我覺得是花式流冰 對嗎 對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花式滑冰手 他們做高速旋轉動作的時候 身體是怎樣的 對了 將肢體盡量收到中間 因為這樣做的話 就可以把慣性減小了 自自然而 它的旋轉速度就會加快了 大家看到螢幕上 剛才有一條公式的 這個計算的話 就是把慣性乘以旋轉速度 所以大家留意 好像現在這位選手一樣 當他的肢體伸出來的時候 速度不會太快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 他的手手腳腳 向內收縮的時候 會怎樣 就會高速旋轉 對了 一樣 說就容易 但是要做到 其實是非常難度的 看到轉到頭暈 對 我們只能說理論 做不到的了 好了 大家剛才看到 我和諾做了這麼多 關於陀螺儀 角動量 關性的實驗 是時候要講今天另一個主題 機械人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 有一隊的機械人兵團 不要小看它 雖然是比較原始的機械人 他們身上都安裝了一個陀螺儀 我們不如 這個陀螺儀還沒有轉動的時候 我們留意一下會怎樣 機械人有沒有可能站直呢 不行 不過 因為 當陀螺儀還沒有轉動的時候 它沒有製造角動量 是不能夠有一個平衡的能力 好了 很簡單 現在我們嘗試一下 開動機械人身體裡面的陀螺儀 那我們看看 OK 雖然這個機械人玩具好像很原始 但大家不要小看它 從它的身上 我們都會看到這個陀螺儀的威力 好 先擺平一點 為什麼發覺那個陀螺儀機械人 不斷扭腰呢 因為可能地面的摩擦力關係 而令到它很容易出現 剛才我說的那個進動的現象 OK 好 再來個 好吧 不如走一下紅地毯 可能它喜歡走洞地毯 是不是走得比較好一點 當然 這個陀螺儀機械人 就這樣在平地上走就好像很簡單 我這次有一點難度 我試試 把它放上一條很窄窄的路軌 挑戰一下 看看它能不能走到 好 好 準備 哎呀 你先走開一點 我要準備另一個 好 好了 現在陀螺儀轉動了 甚至乎大家 要看我手上的大頭機械人 更厲害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陀螺儀在頂上呢 因為這次這個機械人 是專門為它設計出來走鋼線的 好 游望清楚 好了 準備 哎呀 它快來到終點了 好了 我先看看這個機械人 好 準備 好了 好 好 大家看到了 剛才我解釋了 為什麼我手上這些機械人玩具 這麼厲害的呢 其實就是靠陀螺儀的幫手了 好 好 當然 大家看到我手上這些機械人 就比較原始 現在的科技是很進步的 現在的機械人 當然 就不會用這些機械式的陀螺儀 不過呢 大家不用失望 其實我知道阿樂 是準備了 接下來 有很多很多 很特別的機械人 跟大家介紹的 不如這個時候 我就交給阿樂 好 沒問題 我們今天就請到一位 來自法國創商發明的機械人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台下的機械人 他是一個擁有多國科技 於一身的機械人 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動作 尤其是做運動 現在就叫阿樂為大家表演一下 做運動 好 請阿樂 謝謝 你好 好 究竟阿樂做了甚麼運動 大家可以猜一下 正在抖 好,準備第一個動作 究竟這是甚麼 Libby 我先想想 哥爾夫球 應該是哥爾夫球 應該是哥爾夫球 對,沒錯 是哥爾夫球 然後就到第二個動作 嘩,他落了地上 大家也看到 Low仔的二頭肌這麼大 一偷知道他都做這個 不用問… 我雖然做不到 但我知道 是掌上壓 沒錯 是掌上壓 對 對 好 又適合了 好 第三個動作 現在很慢動作 究竟他做了甚麼 先給大家提示 他應該在做功夫的表演 阿樂,這個適合我 我快要退休了 對 是甚麼 看見了 他又這麼慢動作 又單腳站這樣 其實應該是在做太極 對 Libby,你有沒有試過做太極 對,遲些會做的 我們可以學一下Low仔做太極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好,他的柔韌性挺高 對 做太極 最重要是要慢 對 好像Low仔一樣 OK 大家站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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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太極 對 他不錯 也很像太極高手 很感謝大家 對 OK 好 大家看到Low仔可以做這麼多動作 為甚麼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幅圖 去解釋 對 我們先看看一幅圖 Low仔裡面 除了有一個陀螺儀之外 還有一個加速度計 兩者合起來 就會形成一個 慣性測量單元的裝置 我們簡稱為IMU 這個IMU 可以用來測量一下 物體在三圍的空間裡的姿態 所以Low仔就可以做到 很多不同的動作 因為根據這些姿態的改變 沒錯 好,跟Low仔玩完 是時候讓一些神秘嘉賓出場 對嗎?Low仔 剛才我剛才說過 我知道你不只是準備Low仔這麼簡單 對 是否還有其他機械人 沒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台下 好 今天我們的神秘嘉賓是誰 沒錯 就是我們這三個波波 我們叫波波家族 不要以為他們是普通的波波 其實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動作 事不宜遲 他會為大家表演一個舞蹈 好,請大家細心欣賞 好,我比較有眼花 你可不可以和我介紹一下他們的成員 哪位打哪位 好,大家可以先看一看鏡頭 對,我們最前面那個叫透明波子 最小的那個 綠色的叫細細粒 然後黑色的叫BB92 對了 Libby,你有沒有聽過BB92 你不要騙我 我很小時候已經看過這套科幻電影 我們不要買廣告 是什麼大戰的其中一個機械人 是升什麼大什麼 對 升什麼戰什麼大的機械人 什麼球什麼戰 對 沒錯 好,大家看到他 正在做一些旋轉的動作 大家先給點掌聲 對了 對了 究竟這三個波波是怎樣運作的 以及怎樣可以做到這些動作 我也想問你 就是 他跟剛才的Lau仔 是不是都有那個所謂 慣性測量單元 對了,沒錯 大家可以留意一幅圖 OK 看看他的圖 我們看到BB92 我們有一個IMU的裝置 對 我們有一個陀螺儀在裡面 根據三圍空間的不同姿態的改變 他們就會做到很多不同的動作 其實跟Lau仔一樣 也是有一個IMU的 對 他們會改變三圍空間的角速率和加速率 所以就可以根據不同的方向移動 這些機械人真的挺厲害 對 阿樂 阿樂 你現在又在做些什麼 很奇怪 對 大家可以看著我 我們留意一下 好像很奇怪 對 其實我們在跟BB92 玩一個體感的遊戲 對 大家看到當我動的時候 或者跟手機一起轉動的時候 BB92 也會跟著我一起轉動 做同樣的動作 對 那為什麼可以用到手機去操作這些BB92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用的手機 都是有一個陀螺儀在裡面的 對 當你手機動或者轉動的時候 其實姿態的改變都會有不同的 所以我們根據這些姿態改變 而透過手機傳送信息 去到BB92 所以它就可以做到相同的動作 阿樂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玩電子遊戲 但是我也知道現在其實 比較流行的電子遊戲 都是利用這個體感的控制方式 阿樂 你可能比較年紀小 你知不知道第一代的體感遊戲操作 很多家庭都擋爛了很多電視機 真的嗎 這麼糟糕 因為大家拿著體感操作器的時候 就整個飛在電視機上 大家看到阿樂 剛才介紹了 原來我們可以利用手機 做一個體感操作器 我想玩一下阿樂 好 OK 沒問題 一起玩一下 好 我們剛才說過 現在很多的電子遊戲 都是轉換了 用這個體感的控制方法 我們這次更加特別 通常大家家裡玩的家庭電子遊戲 都是虛擬的 我見過有保齡球的玩法 但是這次我們比較特別 我就是利用這個手機做體感操作器 而且前面真的有一些保齡球 好 阿樂已經教了我 我們就是用這個手機 怎樣去控制這個波子做一個保齡球 好 如果我打落坑 希望大家給我一次機會 好 準備 大家不要以為我是錄影的 剛才大家看到我 真的這麼幸運 就一踢打到全中 阿樂 不要玩那麼多 因為我怕小朋友會生氣 因為他們玩不了 我 對 那我先交給你 好嗎 好 那我們就玩了剛剛的保齡球 不知道大家覺得 好不好玩呢 對 那是時候做一個總結 對 總結的時候 我們今天的機械人 全部都出來了 對 對 好 等等 好 好 還有一隻大頭仔機械人 等等 大家看到我們今天玩的機械人 有很多 對嗎 大家還記得它是什麼 我先介紹一下 這個機械人就是Now仔 這些就是剛剛波波家族的 其中兩個成員 一個叫BB9E 一個就是波子 另外最左邊就是剛剛這邊玩的機械人 沒錯 一個迷你的陀螺儀機械人 當然 剛才我說過 我們現在來的這麼先進的機械人 裡面的陀螺儀 就不是一個這麼大塊的陀螺儀 其實已經發展成一塊很小小的電子晶片 為什麼這麼厲害可以做到呢 我就要介紹一個技術 叫做微機電系統 好像很高科技 很高科技 對 實上真的挺高科技的 微機電系統 這個工業製造技術 它主要能夠把電子技術 和機械工程 混合而成一體 是的 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這種製作的成本 不是很高的 所以可以大量地生產使用 剛才我們看到你的手機 小便 波波家族也有這些電子陀螺儀 你想不想到還有什麼應用到呢 飛機 也對 剛才我說過陀螺儀的主要作用是什麼 平衡 道向平衡 沒錯 其實還有 大家現在很喜歡用的吸塵機的機械人 裡面都有陀螺儀 吸塵機機械人 對 因為如果不是機械人 怎麼知道自己去了哪裡 沒有陀螺儀 你怎麼知道的動作在哪裡 還有 我們的航拍機也有用到陀螺儀 所以大家看到其實陀螺儀的應用 其實真的很廣泛 其實已經很普遍了 對 沒錯 也是因為有這麼好的技術 我們才有這麼多好玩的遊戲 知道嗎 阿樂 來到這裡 我真的要打爆你 為甚麼呢 我知道 其實你還有一位神秘嘉賓 未出場 是否想買個關子呢 好吧 就是這隻 很可愛 這隻既然是否很有趣 他不僅會耍太極 還會表演榮唱 不是這個Low仔嗎 對 好,大家拭目以待 Hey Mini Show me Kung Fu 阿樂好像跟他聊天 這麼厲害 是嗎 好的 阿樂很威武 這個小朋友挺可愛的 這隻旗艦人很厲害 對,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功夫表演 對 這麼可愛的小朋友 他叫甚麼名字 這個機械人叫做 吳悟空 對 其實科學館也有他的示範 對 對 大家記得千萬要來科學館 去看這個機械的示範 對,阿樂 因為很可惜 因為今天我們的示範形式 是用網上的示範 家庭 尤其是小朋友 可能很想像我們剛才那樣 跟我們的機械人可以互動 甚至乎直接參與我們剛才做的科學示範 不過不用失望 希望稍後時間 當我們展覽廳裡面的節目 能夠完全正常運作的時候 大家記得真的來香港科學館 真的一定要來統場 沒錯 看他表演 我們很便宜 不過我想再補充一下 剛才我們看到阿樂介紹的Low仔 不兇的機械人 大家覺得不夠 想看大機械人 不用擔心 因為由於反應熱烈 我們的機械人的500年的專題展覽 是會延期到5月26日的 如果大家還未看的話 把握著這個機會 快點來欣賞好不好 一定要來看 好 其實來到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示範真的差不多了 不過好像我留意到 好 有些觀眾 對於剛才我們 不知道是否我們做得不好 很有問題 因為示範關係 時間關係 那我就抽一些問題出來問一下 有些朋友想問一下阿樂 都是問Low仔的 他說Low仔除了這個 慣性測量單元之外 他有沒有其他的感測器在他身上 或者在哪個位置 噢 他的感應器 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們的圖 可以講解一下這個Low仔 你看到他的頭 和他的手背上 都有些紅色的板塊 其實那些就是觸覺的感應器 用來檢測壓力 就是這樣的 他的腳那裡 其實我們看到是藍色的板塊 這些板塊都是一些感應器 當我們撞到前面的障礙物的時候 他就會感應到這些障礙物 就會做一些遇刺的動作 例如暫停 大家看到這些感應器 除此之外 我們中間的一些胸口 都有些板塊在這裡 這些是用來做一些聲納的探測器 我們會 detect到 跟前面障礙物的距離 原來如此 所以Low仔是很厲害的 不單是這位朋友多了解 我也了解了Low仔多一點 不過最後一條問題 有位朋友又想問一下 Low仔和波波家族 究竟是用什麼軟件去操作他們 以及你如何應用 好 這條問題我真的問得非常好 其實我用了這個 Coreography的電腦軟件 這個電腦軟件除了控制Low仔之外 其實也會控制到Pepa這些機械 可以做出很多複雜而多重的動作 可以跟人一起互動、溝通 除此之外 你會看到 這個Low仔和Pepa控制的機械 其實有很多重的一連串的動作 因為這個電腦軟件中 有不同的動作種類 所以他們連在一起 形成了一條動作鏈 所以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表演 好,我有一點補充 因為剛才我聽到你介紹 原來你所謂的軟件應用 不單是Low仔 Pepa也可以 對嗎? 對,Pepa也可以 又賣一下廣告了 如果大家想看看Pepa的話 真的要來香港科學館 因為我們的《機械人的500年的專題展覽》 是有Pepa的 對,大家一定要來看 我們真的要跟大家說再見 好嗎? 好 好,大家再見 各位再見 拜拜 各位